早晨 欢迎来到4月19日的一周讲股 过然复活战 绿宿整个市场都要散散地 变了样子 今天星期三讲得好 星期二讲得好 昨天怕说错事 其中一个原因是特朗普 赴折左右特杂阿富汗 炸了个大炸弹 接着还要派三艘航空母船 直写朝鲜半岛海峡 剑指北韩 整个区内局势比较紧张 赴折过后恒指第一天跌三百多点 今日开始跌百多点 后市怎样看 总共加起来 也不见了五百点 跌穿了五十天线 由很久 差不多年初到现在 升穿了五十天线 未曾经跌穿 运行三个多月 《喜共十天线》 终于跌穿了 上升轨跌穿了 这是起陷的 大家觉得是五月份才调整 谁知道现在三月份 出了业绩之后 整个市场 因为在复制假期的 关系前后 都很散散的 但现在复制后 地缘政治的关系 令整体局势更加不明朗 这纯粹是心理的因素 但这次特朗普 真的不是说玩 亂出其不意 就炸人家 丢炸弹 航空母舰这些 确实是 吓吓吓吓的 但问题是 在这麽敏感的时间 做这些动作 确实惹来很多遐想 因为他不动升息地搞伊拉克 又弄去阿富汗 难保到时癫癫地 拉着北汗就不加火 所以这令投资者脚步 当然是避难 日圆升得不错 避难所的角色 金亦升得很厉害 油价在中东的局势不明朗 但因为美国的业癌油 出产的关系 令油价升不到 只有金价升 但股票一定跌 债券市场亦避难所的角色 所以整个市场踏入4月 变成不明朗 还有 中国的经济 但中国不是政治因素影响太大 我认为最重要是 因为自己拉近 银根 拉近控制 金融市场 肯定 令到A股市场 连续几天 A股就有事了 几天都跌了不少 最低曾跌穿3200 由3300 附近跌下来 所以3200 关口也很重要 所以两样夹躬之下 令港股的跌幅扩大了 而且跌穿24000 跌了23800 这个重要关口 市场认定了 不是五熊 四点都会有调整 直到政治明朗化 但政治怎样明朗化 也没有 除非特朗普落墙 明朗化也没有 肯定 因为太多不明朗因素 还有欧洲 法国大选 接着是德国 今年 第二季度 一定是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 令第二季度 是一个大调整期 调整期多少 我不敢贸然作出评估 但如果跌穿了250天线 一定会跌近23000点的水平 升穿了250天线 已经过去 运行了一段颇长时间 如果跌穿 整个升势是否短期完结 一定可以这样说 可否带动七八月八九月 这些灵恶性浪出现 我仍然有很大的信心 因为资金流动 始终中国的经济 上周出现的经济数据 确实令人鼓舞 尤其第三月份 经济好得很出奇 出口也好得很出奇 虽然单月份 但连续几个月 都比预期好 所以中国经济是肯定的 现在加了一些 全国性概念出来 大家看到市场仍然对中资股有所憧憬 短暂时 因为A股市场下跌 所以大家贸然不敢跟进 但我始终觉得23,500点的水平 肯定会市市 这水平刚刚升上去 又是年初 大约22,000点 升上去24,000点 跌下来 差不多接近三分一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调整的格局是23,500 再跌多一点 就差不多跌近一半的水平 过去一半水平 就是23,000点的水平 所以这几个水平 都会比较看 但今天很特别 热门股 尤其是方网股 升得很好 逆流而上 包括腾讯 包括信与光学 似乎昨天跌了后 今天也有少少回升 但其他都会继续沉少少底位 但整体来说 现在是否真是博 大家在捞底时 应该是否暂时未必 因为如果大约阴 并且将一个月前的升幅 列口全补 应该有机会再向下调整 23,500点以下 如果稳定一点 应该可以买第一柱的货 仍然是中资股为主 基建股为主 大家可以看看中交建 这些似乎收益越来越好 在市场下跌至250 到50天线 大约10.06水平 大家不妨先买第一柱 其他股份 内银股一定要调整多一点 炒随正炒业绩 因为事业绩过去 息口要到六七月才随正 所以炒随正 都一定要等到五月 五月、六月才做 所以这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 个别股份 我想炒不炒是市场焦点 但整个大市的气氛不好 始终会影响到大家投资 个别的股份 尤其是我想炒一只 也看到市场不走 也不动 但这气氛 我想一两天会过去 有少量的反弹时 再作投资决定 会比较好 先做功课 首先这段时间 大家尽量找一些板块来看看 国内 如果站在3200点A股 上A指数 应该会订定一些 近期的融资 国内融资 成交额大了 跌下来 如果真的好 有些追捧3200点 很快捞上去 到时中资股应该受惠 接下来的一带一路峰会 会否带起基建股 一带一路峰会 其实雷升大约2点少 现在说 为何这么多国元首不来 有些市场似乎 觉得气氛不一样 但肯定会是 刚才我所说的基建 但在路上一定会再 过去那一年 做了之后 其实投资的钱不多 亚洲银行 投资的钱大约 接近未够20亿美金 确实是少 但这个是慢慢来 因为很多地方 偏远的地方 小的地方做基建 钱不需要太多 亦没有理由 二三百亿 一个国家 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 所以我觉得 一带一路提醒 慢慢会有些参与性 中国也会有机会 炒一转 但始终是环绕基建 其他一些 大家不要说 不如鸿安概念 上周我们还在说 硬核 但问题是 已经开始 剩下 金预也跌不少 所以投资者很聪明 亦会觉得 这些概念 先炒一转 炒得太高 亦无谓 但个别的鸿安概念 始终都会 sustain 一直可以说 持续下去 大家 无谓炒作 应该跟着 跟一带一路概念一样 现在应该 集中看回 国内的基建有什么地方 什么国家真真正正要受到中国的基建所影响 投资在建设上得以援助 但一带一路是一个很长远 所有收益都是长远 要看长线一点 趁这个机会做一些功课 观众问题方面 今天有几条 第一个是问818架高阳科技 高阳科技其实很有趣 炒尾有少少龙 但在年头到现在 即是去年12月到现在 市场慢慢上升 它也升了一些 但升波幅不多 如果它说有没有机会 上冲3元 很长远来说我不敢说 因为在2015年大时代 曾经 高阳科技炒过4元的水平 后来跌下来 接近1元才打横行 如果用月线图 或者周线图 可以看到 其实很平 1元过半人钱 打横行 接近两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股份 不是市场焦点 是科技 是否和互联网有交相关系 又不是 他会否做手机 又不是 所以大家都对他 三一仗 和成交比较少 我希望这位听众 如果你说 你自己三元买了 我便说 你以为要等 但如果 渴望他上三元 现在由一个 过半人钱上三元 我想这个要看很长的时间 除非有人 突然看中他 或者买他 或者收他的殻 这样就有机会了 另外一只 就是问2799 中国华用 中国华用有点不同 因为这一只 始终是国内的旗舰 近期他创作 可以说是 自从他取得这股份之后的高位 但这两天市场都一般跌了 但我觉得这股份 价值仍然可以表现得到 这三个多人钱 我觉得有很多证券行 对他的看法应该做得到 不过暂时未清楚 究竟他有什么资料 华用虽然国内很大 但华用香港 现在2799 中国华用未有很大的资产 放在这股票身上 所以现在有点憧憬 他有些注资行动出现 所以慢慢看 如果你手上有的 你看到年初 年初由两个半 上至三个半 这已经充分反映了近期有注资行动 如果他继续注资 这股份应该有机会 升到四元五元的水平 但真的要看清楚 他有什么注资 华用是国内做很大的贷款市场 尤其是做资产管理 尤其是獨资产管理 或者不要说是獨资产 例如银行 觉得烂账 收得比较难的 华用是其中四大之一 信达是其中最大 华用是第二大 所以华用这间公司 亦是招逼买马 我觉得华用做得不错 谢谢独叔和大家分析 时间差不多 各位观众 如果想紧贴股市走势 记得留意Sky Finance Facebook和YouTube Fanpage 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周一同时间和大家见面 再见